百万维族人被关进在教育营王毅称小道消息,联合国的一个专家报告指,大约百万穆斯林被关入新疆的在教育营网络照片新疆当局把百万维吴尔人关进在教育营持续,引起全球关注周二。 在前来北京参加中德外交与战略安全对话的德国外长马斯对此表达关怀后,中共外长王毅反驳记者,趁在新疆事务上,不要到听途说星期二,王毅在中德外长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趁新疆事务是中共内政,劝记者们重视中共官方宣布的信息和介绍的情况,而不是相信小道消息。 这中道听途说,王毅还劝记者们要理解和支持新疆自治区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所做的努力,根据联合国人影的一个专家小组的报告在新疆,大约一百万维族人,以及其他使用这一语气的少数民族,被集中关闭起来。 北京趁这是一场在教育运动但专家指中共官方,剥夺了这些信仰,伊斯兰教民众的自由,中共的这一对维族人集中起来在教育,计划在国际上遭遇广泛的批评, 特别是在美国和在众多的国际人权组织中间,他们收集的材料显示,一些曾经被集中在这些中心的人表示他们被关闭起来的理由或者因为叙胡,或者因为佩戴伊斯兰面金。 如果说许多人权组织指责这种关闭营地如同集中营,北京则向外界介绍这是在教育中心其目的在,与把激进化的个人重新融入社会,同时预防极端主义具揭露新疆当局采取的安全措施,非常严苛,到处安装着监视录像。 许多人被提取了遗传基因,官方经常派人进入维族家庭检查,甚至在他们的汽车上,安装了导航跟踪。 王毅则对记者称,这是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如果预防做得好,恐怖主义就失去蔓延生根的土壤,这是打击恐怖主义最有效的办法。 德国外长马斯在记者会上,并未直接点明新疆但他声明,与中共当局讨论了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 马斯并且在北京与关押以三年的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族会面,德国上周四专门就新疆问题展开讨论中共驻德国大使馆,指这事公然干涉中共内政予以抗议。 请记者 杨栋梁